我們看這題 這題有一個三位數 百位數是1 十位數A 個位數B,AB不曉得 但是我曉得 這個三位數跟72的最大公英數是12 問A加B 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數 首先我們看這個72 72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6乘以12 這是6乘以12 那因為12的話 是跟X的最大公英數 這個6的話是2乘3 然後再乘以多少呢 這個是2的平方乘以3 那所以你這個三位數的話 2的因素只能是平方 那3的因素只能是一次方 所以的話 你這個不能再什麼呢 就是說 我現在X的話 基本的一定有個12 那12的話 你不能再乘以一個2 因為你再乘一個2的話 它最大公英數就是2乘以12 那你也不能再乘以3 乘以3的話 它最大公英數就是 那個3的平方乘以2的平方 所以你只能再乘以2 乘以2跟3 負子的一個數 那2跟3負子的數 最小的就是5 那你乘以5的話 只有60 但是問題是它是3位數 所以這不合 那你說5的平方 5的平方就 5 6 30 300 就超過了 所以你只能再乘什麼呢 乘下一個指數 下一個指數是7 你乘7的話 只有84 84的話也是兩位數 也不合 這要三位數 再乘一個 下一個指數 7 8不是指數 因為8的話有 2的因數 所以你乘上去的話 它的最大公英數就不只是 4是12 所以8也不行 9也不行 然後10也不行 10也有25 那10 再來就是11 那11這個可以 11多一乘 12 乘以11的話 12 12 1 3 2 12乘以11是132 這個可以 乘以多少 乘以13可不可以 乘以13的話 12乘以13 12乘以13 12得6 313 2 1 6 5 156 這也可以啦 156 那乘以15不行 35嘛 15 16不行 17 17可不可以 17的話 12乘以17 17 724 84 122 11 超過了啦 就變成2014嘛 所以以下通通通不行 所以只有這兩個 這兩種情況 那這A 這B嘛 所以A加B 只有兩種情況 5 或者是 5加6 11 5或11都可以啊 那這裡只有5嘛 所以大家應該選B 1 2 1 4 7 8 9 9